野外出现神秘飞碟 更震惊的是 里面竟然是两具抱在一起的尸骨 不过他们可不是外星人 而是真正的人类 尸体很快被运回实验室 根据尸体腐烂程度来看 两人已经死亡数年 初步调查显示 其中一人受伤死于失血过多 而另一个虽然没有受伤 却因供养不足 窒息而死 此时 布斯也已经调查到 两位死者是一对双胞胎 于2001年10月31日被绑架 从那之后 FBI一直没有兄弟养的消息 负责当年案件的是一位退休探员 按照惯例 他建议双胞胎父母不要付赎金 结果FBI没能及时抓到凶手 也没能找回失踪的孩子 最终成为了一桩悬案 可没想到他们早就遇害 而这起案件的绑匪最称绝目人 至今已作案六起 一贯的手法是将人活埋之后 通知家属索要高额赎金 每次只留言一次 如果收到赎金 就会将埋人的地方告知家属 如果收不到赎金 那么受害者将永远埋在地下 直到氧气耗尽 当时还有一名绑架案专家汤姆 也参与了案件 他也是前FBI探员 写过一本关于绝目人的书籍 曾与绝目人交涉五次 从汤姆这得知 绝目人给的留言 都是经过变声器处理的 提供的账号也追踪不到 所以FBI一直没抓到凶手 并且活下来的受害者 都不记得绑架的事 就像失忆一般 不过他们脖子上 倒是有烧伤的痕迹 说明凶手是用电机枪 电晕他们后 再将人转移到无人地点 助手分析了双胞胎哥哥身上的灼伤 正是电机枪导致的 不过奇怪的是 弟弟身上却没有电机伤痕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说 绝目人的绑架手法不是一成不变 另外 杰克根据死者衣服上的威力分析出 两人是在地下停车场被绑架的 绝目人作案多起 却一直没有漏血 看来他会摸清受害人的情况后 再进行犯罪 而不是毫无章法的绑架 与此同时 小谷两人找到两位死者的父亲 他一直陷在自责当中 非常后悔当年没听汤姆的建议 在24小时内抽气赎金 不然现在也不会阴阳两格 但小谷告诉他 就算交了赎金 双胞胎还是会死 因为他们所在的容器里 虽然能够装下两人 可里面氧气不足 只够用12小时 汤姆不相信小谷的说辞 在他眼里 绝目人是个做事严谨的罪犯 不可能会算错氧气消耗时长 可事实的确如此 实验室这边 安吉拉还原了哥哥受伤时的情况 两个人在狭窄的容器里 左右碰壁 哥哥根本无法重伤弟弟 说明弟弟是在外面受伤的 腿骨折与骨盆断裂 是出车祸才有的症状 也就是说 绝目人垫晕哥哥后 开车撞了弟弟 此时 杰克也有了重大发现 但由于小谷刚下班 去了停车场 杰克只能匆匆赶去 没想到撞见了凶案现场 这个女人在黑暗中醒来 刚打开车窗 大量的泥土灌入 于是小谷急忙关上车窗 他知道自己被活埋了 而那个凶手正式戴号为 绝目人的罪犯 连同小谷一起被活埋的 还有杰克 由于被车辆的撞击 他受了重伤 此时 顾斯收到了绝目人的消息 像他索要八百万美刀的赎金 看来绝目人和当年绑架 那对双胞胎一样 只不过赎金变成了当年的四倍 因为杰克他父亲的公司 是全美排名第三的私有企业 而小谷又是知名人类法医学家 小谷和杰克粗略计算下 车内的氧气存量 现在只够他们用十个小时 如果一直没能等到FBI的救援 十小时后就会窒息而亡 这是杰克的腿部 因为急性缺血疼的厉害 虽然不致命 但会疼得痛不欲生 小谷打算给他做手术 释放他腿部筋膜的压力 只不过条件有限 车里没有麻药 为了以防万一 杰克还是写下了遗书 不是给他父亲的 而是对安吉拉的告白 或许也只有到生命关头 才能做出这种决定 好在小谷技术精湛 手术很成功 与此同时 布斯做了紧急安排 一是联系杰克父亲 找他要800万赎金 毕竟杰克是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而实验室这边 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出线索 安吉拉根据杰克的笔记分析出 杰克在被绑架前 发现了死者衣服上检测出了铝元素 应该是在绝木人车上蹭到的 可这不能找到杰克被埋的位置 现在最需要的是钱 然而杰克父亲的集团有个规定 必须确认受害者还活着 否则是不会交付赎金 绝木人为了不暴露身份 肯定是不会联系不私 现在交付赎金救人的方法是行不通吗 只能靠实验室众人 看来小谷和杰克不能干等 杰克发现 漏进车窗的土壤里含有氮和硫磺 说明两人地处没查 具体位置就需要做实验了 可以利用甲本酮进行化学反应 而本甲酮一般用于制造化妆品等 车内恰好就有一瓶香水 利用相机观测后 杰克基本能确定他们在哪里 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呢 这个凶手太嚣张了 胆子大到红埋FBI 此时被活埋的小谷两人 根据土壤得知了他们的所在地 但手机没电 周围唯一有电的地方 就是汽车的喇发电瓶 小谷将手机线与电瓶线连接到一起 但这样的方法只能维持几秒钟 只见杰克一顿猛操作 迅速给布斯发了一条短信 可这串数字让实验室众人看得云里雾里 而且绑匪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两个高智商怎么会坐以待毙 车里没有氧气 车胎里有 于是小谷两人挖烂坐垫 戳穿了车胎 还能撑一回 但还不够 于是杰克打算制造些氧气出来 他利用相机的电池与防腐计 制造了一个简单的进气机 实验室这边 助手根据数字立即想到了元素周期表 经过数字对比后 正好是杰克发现土壤特征的两种元素 它们在某处煤厂 而煤矿的组成成分是相同的 微小的区别在于 其中的有机物会在化学反应中 出现不同的荧光 助手根据这个特点 很快就从地图上找到了具体位置 与此同时 小谷两人通过化学反应 有了足够的氧气 并打算利用安全气囊的爆炸力 冲破挡风玻璃 炸出一个小缺口 以目前状况来看 它们只能赌一把 要么活下去 要么被活埋 另一边 布斯带着大批警员打到煤厂 可这里太大 布斯只能在高处观望 哪里有翻新的痕迹 就在这时 小谷利用气囊制造的爆炸 正好被布斯捕捉到 它立即冲了过去 在土壤中抓住了小谷的手 成功就出了两人 本集到此结束 虽然掘墓人还没被抓到 但现在他们有了充裕的时间 真相迟早会被他们揪出来